1月的话最快到1月22号以后 可以把房间来 电话响个不停 饭店业者仔细确认 春节期间返台旅客需要的房型 但房间数量早就供不应求 是说大概在10月中旬的时候 那就已经将差不多农历新年之前 要回来住防疫旅馆的房间 都应该是订满了 那所以目前现阶段来讲 真的是以防难求 我先帮你来 交通部预估明年春节 会有将近4万人返台 担心防疫旅馆量能不足 初步安排增加3000多件 还会将补助方案延长到明年6月 卫福部也将视情况调配集中检疫所 提供民众居家检疫 必须在入境的时候才一次 起满前才一次 如果中间有说要变10天 在防疫旅馆4天居家检疫的话 那当然裁检次数是有可能再增加的 去年我们集中检疫所 有提供大概1500间 但后来订了12001300 今天我们会提供更多 旅馆业者也表示 会配合政策调整定房状况 因应春节的返乡人潮 带来新闻何以外检疫及台北报导 提供 Epic 感谢观看